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叫宝宝来找茶 今天介绍的这款游戏也是以我们的可爱熊猫为我们的故事主角 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可爱的模样 来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以宝宝巴士的类 类别然后在我们的游戏上面 在这里呢提供了许多启蒙幼儿的游戏哦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赶快去下载这款游戏和孩子们一起玩 除了学习之外还可以一同创造亲子时光的时间哦 在这边很贴心帮我们做了年龄的分类 分为1到3岁和3到6岁 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游戏透过上方的点击进去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咯 这款游戏啊就叫宝宝来找茶 按下Play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那它总共呢有许多的关卡 我们就要从最前面一开始来进来 开始呢时候呢它会给我们这样子两张的图案 左边的星星呢就是要找不一样数的关键的地方 再来呢上面正中间呢会有一个时间 当你点击到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星星跳过来 就会代表我们已经完成了几项哦 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训练孩子们的观察能力 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力 再来呢因为右边啊它会有一个放大镜 这里呢这就是可以给我们 就是当找不到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咯 时间快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滴滴滴 提醒你时间快到了 这时候不行的时候就赶快按下放大镜 如果来不及的话那很抱歉 我们的小猫就会哭哭的表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咯 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练习咯 不知道各位真的是看不看得出来 最后一个错在哪里呢 哇有着真的很小细节的地方 但过关的时候它就会撒花下来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画图哦 在这边啊每个关卡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图片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像其实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们跟他们说 颜色的不同啊或是其他数量啊或是哪里的不同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哦 那每一关呢都只有一个放大镜啊 如果真的都找不到了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使用放大镜 然后再教导孩子们哪里不一样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做重复的玩的动作 那也可以做返回 那在这边呢 荧幕的左上角呢则有我们的关卡 就是我们已经破到第几关咯 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啊 赶快按下我们荧幕影片下方的官方下载 去下载这款游戏 和孩子们一起共享亲子的时光吧 那今天的游戏就结束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